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天气本来不是特别的好 天气预报显示都是多云的 但是出来之后天一下就变好了 心情也就随着跟着变好了 还点岩石 远处的云还挺漂亮 今天用的还是四五一百 最近这两个礼拜的天气都不怎么低 也就是今天 昨天也还行 但是我昨天没出来 今天这个天气呢 应该是 可以拍到点好照片了 咱们虱目以待 现在呢 我是在曼哈顿的夏天军 这个地区吧 没别的毛病 大车特别的多 都是运货的 算是个商业区吧 居民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是在这办公的 路过的 还有游客 现在呢 我的目标是想要穿过华尔街 到世贸中心那个区域去拍摄东西 今天呢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案例 给大家演示一下包围曝光的拍摄方法 很尴尬 本来要拍的这个地儿呢 开始装修了 其实疫情期间呢 好多地方都装修 外边都搭这种角度架 所以我也很少到城里边来拍 也有这个原因 真是没有以前好汉 所以只能等它全都修好了之后呢 再来 而且我最近去了几个点了 发现现在游客特别多 基本上感觉就有点要恢复 那个疫情前的那个状态了 你看这个 当然疫情前比这人要多多了 当然现在也差不多就是那种 人几人的状况了 所以我基本上就都在人比较密集的地儿 都戴上口罩 也就不太方便录视频了 这会儿的天儿啊 有点儿变天儿了 有点儿凉 把这个外衣穿上了 没有刚才打太阳天下边那么暖和了 这两天天气变化还是挺快的 按理说往年的五月应该 纽约就已经很热了 但是今年有这么点儿奇怪 估计跟这个全球变暖呢 也戳不开干气 趁着天儿不好呢 我先歇会儿 吃点东西上当厕所 然后一会儿呢 我看天气预报写着六点之后 就变成多云就没有蓝天了 晚一点再接着拍 其实这个阴天的时候 或者说这种多云 没有直射阳光的时候 还是街拍的好天气 特别出片 因为少了那个强烈的风险对比 一会儿骑滑板车的人 也没预计好这个位置 他这个滑板车没拍进来 你还这么好走 这条街就没什么人走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马路 那边那个建筑还没盖好 所以这条街还不允许走车 是有警车在这巡逻 步行就随意穿行 像这种街边有这种墩子呀 太好了 可以当三人加油 街拍的时候咱把香笔往这上一支 它就能增加稳定性 得就是它吧 不交信 能有就有 没有拉到 摄影这东西吧 只能复习 太掉劲了吧 反而其实出不来什么自己特满意的片子 因为拍出来照片呢 其实还是给自己看的 并不是给别人看的 所以还是要先取决自己 遇见有人觉得您那照片不错 那咱们算是眼光一致 喜好相投 让别人觉得您那片不怎么的 那就算了 大家没必要多聊 再聊就打下来了 你觉得你好 我觉得我好 哈哈 这玩意它 打不赢 今天没开车出来 锁的地点 湖边是穿越布鲁克林大桥 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了 我身后是布鲁克林大桥的这一头 那边呢 是曼哈顿下场区 如果我要转过来拍这边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如果我转过来拍曼哈顿的下场区 问题就来了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参数 还有上期咱们说的测光模式 无论哪一种测光模式 最终您获得的拍摄结果呢 都会是天空过曝 而前面的建筑呢 有那么一点暗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测 测光模式对着天空来测的话 那么建筑呢 就是一片死黑 如果把这个对焦点放在建筑上呢 你可以看到 天空呢 就是过曝的 这个闪烁的部分呢 是高光提示 我建议大家呢 平时拍摄的时候 都打开这个高光提示 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知道 在现在的这个画面当中 哪个部分呢 是已经过曝了 现在指示的就是 整个天空都是过曝的 包围曝光啊 其实就是包围嘛 一个标准的曝光 然后再围着它 加亮和加暗 这样的话呢 加亮那一张呢 我们就可以拍出 更多的阴影部分的细节 那么变暗的那一张呢 我们就可以保留高光天空的亮度了 所以是这么个包围法 拍照 所以就是这么个包围法 包围曝光的拍摄方法啊 就算是在长曝光当中也是同样的 我们按照阴影曝光一张 然后按照高光再曝光一张 然后取一个中间值 所以跟快门促通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只要是光线的比例非常大 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单张照片 可以容纳的范围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包围曝光 来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完了完了 今天计划拍摄的地儿 好像在装粗呢 各种打破计划 哎 这都疼了 这都疼了 今天天气挺好 过来玩一圈就还行 幸好呢 距离这个日落 还有一个小时 我小心走 还有机会改变计划 从这桥上能看到下边 我经常拍摄日落的点 就坐满人的 而且今天那个天吧 还真没准 还真有气 要不我先去这个地儿看一眼 行不行也就是那了 从一个非常少的环境 来到了另一个非常吵的环境 今天这个视频收声呢 大家都多包涵了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是 自动包围曝光 也就是说告诉相机一个 我们大概其想要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标准 然后让它围着这个标准曝光 上下各报一张或者是很多张 然后咱们在后期把它也合成了 这种方法呢 比较是省事儿 就是说咱们设置好了 咱们设置好了 夸一按 自动呢 就搞定了 但是呢 它是有个局限 一呢 是有的时候需要得试 比如像我刚才说的 哎 发现这拍完了 高光也没覆盖住 如果阴影呢 也没给恢复了 所以呢 还得拍第二回 甚至于两回三回得试好几遍 才能找到一个更适合咱们想要的这个曝光结果 手动曝光呢 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用点测光 我们把高光给测一下 然后平均值测一下 再把暗部测一下 拍三张就可以了 而且呀 手动曝光还有一个特点 这三张曝光呢 可能它上下并不是对称的 什么意思呢 您看咱们在相机里设置的时候 它只能设置说在标准曝光 加一和减一 但是也许我们想要的这个三张结果 它是加三分之一 减一 这个相机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这么一个意愿 去帮我们曝光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手动的曝光呢 就显得要更智能一点 但当然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您得对这个相机的曝光呀 特别的熟悉 所以才能做到就是指哪打哪 今天这个日落有可能很漂亮了 现在这个天空这个云啊 慢慢的就散开了 远处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云能够把太阳给盖上 所以今天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日落 今天这个日落可太漂亮了 今天这个日落可太漂亮了 这个地呢是一个算是一个旅游观景台 所以来的人特别多 今天都是来这拍昏差照的 我这个脚底呢是一个木头甲板 我呢感觉到有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震动 希望我的三角架支在这个上面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两个腿支在这上面呢比较稳定 只有一个腿放在甲板上 一般我站着呢我就这么站着 怕人过来把我这个腿给踢了 太阳落山之后呢逐渐的开始变得冷了起来 感觉自己穿少了 现在我觉得有点冷了 但是我已经没衣服了吃厕了 应该把我马脚带了 这个包一曝光的前后期其实都不是特别难 特别后期特别的容易 等我回家的时候 来给大家录一个后期的操作部分